家里有高龄老人 而且是生病的高龄老人 对任何家庭来说 都是很大的考验 有一对年轻夫妻的选择是辞职 回家照顾奶奶 一边包水饺 奶奶喜欢吃也可以拿来卖 后来奶奶过世了 他们决定要维持这样子 包水饺的生活 也延续对奶奶的回忆 它就是要熬中间那个骨髓 所以要敲断才能熬得透彻 张立忠还强调 即使供应量没那么足 价格又贵很多 还是要用新鲜仔的台湾牛 因为我会是觉得说 这个进口的那个牛骨啊 牛骨啊或者是牛骨啊 不知道它冰多久 对啊 其实我们当初要给奶奶 我是觉得就是新鲜一点的东西 维维维是江立忠的太太 吴采薇 正在旁边挑剪这颗食蔬菜 接下来洗菜在这里也是个大工程 先用水柱把这个外面脏的土啊 这些有的没有的什么 那个木材啊脏东西先冲掉 冲掉之后下去走水 走三十分钟按摩表 水是RO内眩透水 刚刚采用铁刷刷牛骨 江立忠再提醒 菜也要尽量洗干净 农药残留比较少 我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是至少我觉得会比较健康 我个人 我觉得看不到的东西 应该要更在乎啦 因为你们买回去就是吃了啦 你们不会再去做任何防护的动作 你们就是相信我们才会买不是吗 这样的信任 被一些业者轻乎辜负了 所以食安问题一个接一个 所谓做好 夫妻俩注意的很多很细 像蔬菜洗好要晾干 减少变质几率 已经是小小块的绞肉 江立忠还要再用手搅货 挑掉碎骨鸡膜 一边加进去的麻油则是特地找来 跟顶台风用的同一家 不过眼前这个线里几乎没放眼 江立忠说 因为用了大量的干贝自己蒸了撕碎夹进去 眼味咸味这样就够 洋葱白菜也为肉馅提供了足够甜味 就像我跟你讲奶奶要吃的 所以我们就把肉的比例往上拉很多 所以我们家的水饺吃起来虽然清淡 没有那么咸 可是它的味道会比较扎实一点 它不会 它也有一个缺点 因为不是化学调味的东西 所以它保存的食物也没有那么久 几句话就会说到奶奶 因为江立忠小时候父母离异 全靠奶奶把他们兄弟拉拔长大 以前我们小时候奶奶 唯一做给我们吃的就是包水饺 奶奶不是偷懒 而是当时她不管金钱时间都结局 各代教养的家里所有花费都靠她张罗 奶奶后来就教我们包水饺 她会把她觉得好的东西包到水饺里面 我们小时候就会觉得 只要是吃水饺就是吃好料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奶奶生病的时候 我们才想说 不然就是来做水饺 把东西都包进去里面 至少如果咬不动它可以吸 奶奶晚年生的病 是很折磨人的帕金森是症 后来又加上阿兹海默症 吴采薇回忆 奶奶在最后两三年病瘫在床上 状况更急转直下 其实到后面是身体跟心理都煎熬 因为她会不记得你 然后发脾气 动手打人 对 她曾经拿垃圾桶砸她孙子 那依次是江立忠要帮奶奶的伤口换药 她说你是谁为什么对我这么坏 你去叫我孙子来 我要跟我孙子说 就这样 我当下真的是 两个人眼泪都含在眼睛里 你会觉得这个人原本跟你很亲啊 为什么生了病个性都变了 对啊 可是你想到她以前这样照顾你 就会觉得都过去了不是吗 难过会过去 恩情不会过去 所以一些决定很难去计算值不值 那时候江立忠为了能全天照顾奶奶 辞了银行月薪七八万的工作 于是夫妻两轮班小心守着奶奶 卖冷冻水饺就是那时候的决定 本来就每天准备给奶奶吃 当成生意时间也有弹性 只是开店初期 吴采薪怀了第一胎 挺着大肚子好辛苦 因为立忠他哥哥很早就过期了 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当作要撑起这个家的男神 对 然后他也不想让他弟弟太烦恼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不会跟他弟弟一起 他就自己撑着 他撑着你就得撑着啊 因为你是他老婆啊 没有什么委不委屈吧 嫁给他就已经决定了不是吗 如果我觉得委屈 那他也很委屈啊 他要跟谁说 他也只能跟我说啊 我也只能跟他说 所以我有一阵子是常常欺负他的 而蒋立忠回应的方式 就是想办法都老婆笑了 一早开始熬的牛骨汤 这时候要放蔬菜增加清甜 它这个纯牛骨的味道 它这样摇上来就闻得到 至于上面厚厚一层油 蒋立忠说别怕会再降温撇油 不过在那之前 就靠这层油包存高热 等一下牛肉进锅 用这热汤慢慢焖个一天 就会既有味道又软嫩到入口即化 这个其实厉害的人都知道了 对啦 阿薇薇刚好是属于厉害的人 对 正埋着头做事的吴才薇 大口罩后面这时是笑得眉眼弯弯 说吴才薇厉害也真不假 虽然过去跟餐饮没什么渊源 他做菜的点子多 蒋立忠则想办法配合 例如使用新鲜蔬果来做彩色水饺皮 刚刚他听过我呢 就拿到我们的骨子来做 他进来 他会不聊天 他会比面相同 干净明亮的制面厂里 新鲜菠菜南瓜 先后变成了绿色饺子皮 黄色饺子皮 老板在机器旁爬上爬下 满头大汗检查面团状态 用鲜鲜蔬过货面 势必单纯用水麻粉 因为有时候 那个口粒的水分都会有少 所以你要注意 他口粒那个水分都会少 他就是要称一下 那个里面的水这样子 饺子皮要做得好包 好粘好吃也真是学问 蒋立忠说 所以要交给专家 他也要够坚持 我讲真的 因为东西 这个东西讲难听人说 赚不多啦 但是如果人家吃了 让人家和他健康 那也划不来啦 你就是做宁愿做好一点 让人家吃健康 不要去 我没有聊过 就是说他做吃的 我们都打算做一辈子 不是做一阵子 而且这一辈子当中 每天要兢兢业业 因为天然蔬果做的饺子皮 容易变质 这面厂老板得每天拼早起 饺子皮每天新鲜做新鲜用 而店里趁着面皮即将送达 吴采薇拿出大虾 一只只剖开去长泥 即使供应商已经亲过一次 因为我相信说 你们自己在家里面 也愿意这么做 对啊 我们只是做你们做的事而已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这又多一成功了 所以这里的冷冻角价格降不下来 吴采薇坦白说 在现在不景气的氛围下 生意不好做 可能求温饱都有困难了 怎么能求健康 这就是一件很矛盾 跟很冲突的事情 可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不卖我们不吃的东西给人家 这想法未必人人懂 曾有客人对他们酸言酸语 人家包虾子的也才不到七块钱 你怎么会卖八八块钱 我说东西不要 你吃吃看 然后他说 我们这个东西 因为没有加防腐鸡 也没有加其他添加物 他就说那我这样子 我去吃防腐鸡吃添加物 那你们又在旁边 然后你们又外来讲一讲 妈妈你怎么这样讲话 那客人后来还是两手空空走了 应该也没再来吧 他再进来我应该也不会记得他 因为我觉得就要学会 不开心的要忘记 对 不然就会自己一直在那轮回里 怨天友人 或者吴才卫还有更重要的药剂 那是奶奶过世前不久的事 他前一分钟 前一天打你 隔一天到早上起来去叫你 他说你怎么记得我 因为你也会生气嘛 你就走过去看 干嘛 你就想起我是谁 他就说 才卫我跟你说 我们东西很好 你要坚持 不可以偷鸡摸狗 我们做人就是要老老实实 你就这样做 让更多人吃到 没多久他就死了 没有 我记得应该隔不到一个月吧 原来需要把奶奶的叮咛也包在里头 所以这里的饺子个头都大 我们家饺子不能一大锅丢 就是锅子丢很多水饺 因为它其实它煮熟的时候它会膨胀 它会左右没有办法 会挤嘛 所以挤之后就容易煮 不过五彩卫也提醒 不必因为饺子大刻意煮酒 看看饺子略浮起后盖锅盖 总小火煮个六七分钟就行 五彩卫这天为大家示范的 是个五彩大拼盘 黑色墨鱼之皮里 就是一早看到的干贝白菜猪肉馅 菠菜水饺一整只虾子打酒黄 红麴皮里也有虾 不过改配黑猪肉葫芦瓜 另一个绿色皮的是护瓜猪肉 浅紫色饺子原来是红凤菜做的 里面用鸡肉加上杏鲍菇九层塔 标榜低卡滋味也不烂 这么多的口味当初还是为了奶奶 因为怕奶奶吃腻 夫妻俩开发出的饺子口味 有二十种以上 起司牛肉饺冰冻着直接下油锅 用煎的会更出色 从上面把粉轻轻的淋下去 因为我们不建议消费者 吃这么多的粉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 就是直接用它原来的 陈鱼的面粉 然后大概腌过肚子的一半 然后盖锅盖 中大火大概八分钟 就这样 时间到开锅盖 转中小火把水收干就好 还省掉了一开始 煮开一锅水的时间 煎饺原来比水煮饺子更快捷 只要你的锅子是不粘锅 就这样 你就可以去刷洗脸了 或者可以准备备汤啊 不过这天吴采薇是照看的 是小摇椅里的宝贝 怎么了 好 因为希望多陪陪孩子 夫妻俩带着宝宝上工 你躺躺好不好 妈妈要做事 OK 可以吗 同时又要工作又要顾小孩 是辛苦 不过夫妻俩当初做着生意 也就为了要一家人好好在一起 就算忙 忙得也开心 我需要你快点 你帮我看一下 盘子 你先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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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锅煎出来的起司牛肉 口味新奇 却也是好味道 良心生意 还是要动脑筋 开拓商机 好把当初为照顾奶奶 基欠下的三四百万 逐步还清 我一会是讲说 如果人活着就有希望 对啊 虽然负债 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一家人都在一起 小孩会大嘛 对啊 孩子会大就好 也就是经过风雨之后 更知道一只手在身边的人多重要 其实我的家庭背景不是很好 家里也蛮复杂的 我太太嫁给我其实蛮幸福 一路就是帮我处理很多的问题 然后生下小孩的 到现在的状况的这样子 我记得奶奶那时候 有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 很多是她一肩扛上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她 虽然 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她很好的生活 但是我一直 我会跟我自己讲 我会努力做 旁边有人听着眼眶红了 她很容易苦 对啊 其实我蛮感受的老公 因为她 就我情绪不好 或者我牙脸很大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对她发笔气 所以她都会 耍饱给我看 即使我欺负她 她还是会笑笑的 对 对 对 她明照起 她还是会 就是很甘愿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没有什么辛苦 我觉得 一家人在一起 然后小孩平安 家人平安 快乐就是幸福 后来想想 还有一些愿望啦 夫妻俩还希望 给员工稳定的工作 希望消费者了解 他们在食物里的用心 希望能在这些食物里 把对奶奶的记忆 延续下去